今天是10月18日 奇緣教師妹一起落的題目是 市況淡靜少駐先行 回升132點 但沒有完全收復 成交偏弱只有635億 但市場表現破日平均 未見有期權股升幅特別 也可以說市場或是在等待機會 作為散戶靈活性高少駐可以先動 Kosterlany認為股市就是貨幣現象 此刻正是如此 美金是霸主 加上利率因素 令全球資金只有投向美股 港幣雖然與美元掛鉤 但計價的資產或是人民幣 下週策略堂會分析這個 我們要如何面對的問題